佛法修修的秘诀 就是看破放下 看破帮助我们放下 放下帮助我们看破 这两个方法相符相成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没有别点 你能够听到大臣 你就相信 你就觉悟 你能够把齐心动念分别执着 一下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很快 凡夫成佛理论上将 一年 第一个念头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 他在三十岁那一年 在菩提树下打坐 半夜从定中出定 看到空中的星星 把妄想分别执着 全放下了 叫大吃大悟 明心见心 这就成佛了 好像不难了 难在我们不肯放下 为什么不肯放下 四十真相没搞清楚 没看破 在中国 唐朝六族会能打死 是禅宗的 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也是听吴族仁和尚说法 讲经干净 讲到应无所住 二生其心 他放下了 他比释迦牟尼佛年轻 释迦牟尼佛是三十岁 惠南大司是二十四岁 这一放下 就进行了 就成佛了 一个在印度 一个在中国 为我们实行 为我们做一个榜样 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修福 我们修行 这么多年来 没有把四十真相 看破 所以不肯放下了 你放下多少 就等于 你看破多少 你看破一分 放下一分 看破十分 你放下十分 看破百分 你放下百分 肯定的 没放下 说明你没看破 你还迷在这个世界 世间受这些苦难 叫冤枉啊 为什么 它不是真的是假的 经干经上 佛说的好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换一句话说 放下是对的 放下是正确的 不放下错了 所以说 你本来是佛 你现在要想做佛 不难了 你本来不是佛了 那做佛就很难了 他本来是佛 想做佛有什么难呢 那就不难了 真想做佛 真想做佛 这个阿弥陀佛 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 真不难了 只要你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 有阿弥陀佛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 我法院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我要亲近阿弥陀佛 用什么方法呢 一心专念 我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之外 一切杂念 统统放下 让自己心里头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到极乐世界去 很快啊 多长的时间呢 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你看 你就去了 功夫好的 一天就行了 不难啊 这是因为说 你本来是佛 你现在真想做佛 那还有什么困难呢 难在哪里 难在这个世界 这件拉拉扎扎扎的事情 特别是秦职 你放不下 你难在这里 放下救世 不放下还要搞轮回 不放下还得过苦日子 是要想利苦得落了 放下便是 你看这个法文 多简单 啊 多么容易 不放下便宜 不放下便宜 不放下便宜